一个recommendation agent 那我们的environment就是user 那么我会这个recommendation agent 会根据state 这也就是说我们user的browsing history 然后去make一个action 这个action就是推荐的商品 那么根据这个商品呢 我们会推荐这个商品之后 用户会做出一些feedback 这feedback我们可以包括skip,click,或者purchase 或者它逐流市场等等 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userfeedback 转化成reward 那根据这个reward和state transition 因为用户它的浏览历史改变了 那么相应的它的state也会进行改变 然后我们会进行下一楼的推荐 那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我们要找一个recommendation policy 能够maximum cumulative reward for the recommender system 当我们直接使用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que learning 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 当我们使用 简单的直接使用que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把用户最近浏览过的商品 当做它的state 然后我们要推荐新的商品 然后我们用一个que value que value实际上是在预测 它的累积的reward 包括它的future reward是什么样的 当我们用这种结构 直接使用que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用户浏览过的商品 作为我们的state 那在这里 当用户skip一些商品的时候 他对某些商品可能不太感兴趣的时候 我们的state是没有进行变化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 我们首先推荐了一些厨房用品 那么用户 传统的推荐引擎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给他推荐另外一些厨房用品 那么用户 他没有点这些厨房用品 我们会继续给他推荐厨房用品 因为我们的state 并没有进行更新 那在这里 其实我们是想要 用户如果我们 首先给他推荐了一些厨房用品 如果用户skip了很多厨房用品 他没有点击 那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给他换一批商品 那这里这个时候 显然我们如果只使用 他过去点击过的商品 作为他的state 这是不足够 不足以来描述这个用户的 所以呢我们要model的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要处理的是 negative feedback 但是negative feedback 它非常困难 为什么 首先呢 positive feedback 它的比率非常小 就是点击率通常只有2%到3% 那么转化率只有1%不到1%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正样板和我们skip的 这种商品 实际上是一个1比100的 这个比例 那我们简单的把这种 用户skip的商品 丢到我们的 这个qnetwork当中 实际上是能够淹没掉 我们的正样板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用户他不点 不点这个商品 不代表用户不喜欢这个商品 用户可能只是在 非常随意的在浏览 那么用户不点它 不代表他讨厌这个商品 第三个就是 当我们 使用 不当地使用这些negative feedback的时候 实际上会引入非常多的noise 那在这里我们的方法 也非常的streetforward 我们把 我们把 我们把这种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我们的这种 label的imbalance的问题 这种正样板和非样板 它非常的不平衡 那在这里我们把它拆开 把两条秤拆开 一条秤是用户点的 点击过的商品 一条秤是用户浏览过 但是没有点击的商品 那我们通过 这两个秤呢 同时都去pass一个gru 然后我们会得到 我们叫 就是positive state和negative state 然后呢 我们跟theaction拼到一起 我们会预测出它的embedding 最终呢 我们会在顶层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combine到一起 开启到一起 去预测 也就是说 我们的qnetwork 会同时take一个 positive state和negative state 然后再去预测 这个action 它的qvalue是多少 那这里的直觉上 就是说 我们想要推荐一个商品 它更相似于 我们已经点过的商品 不太相似于 它skip的商品 但是 当我们仔细再去 去看这些negative state signal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有一种negative state signal 我们其实是可以 深入地去看一下 它能够给我们更多的hints 就是说 当我们同时推荐 一个品例的两个商品的时候 用户点了一个 没有点另外一个 实际上它是给我们一些partial order 用户对一个感兴趣 不对另外一个感兴趣 那在这里 这个例子就是说 当我们在给用户做推荐的时候 那么我同时推荐了 这个category b的两个商品 一个点了 一个skip了 那实际上我知道 OK 那么它点的这个 可能是要远远好于不点的这个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加入一个 我们就要叫competitive regularization 基于传统的 最底下这个equation是 基于 左边这个呢 实际上是传统的 qlearning的loss function 然后我们把 加上一个compared regularization 使得 当我们同时推荐 一个品例的两个商品 用户点一个 没有点另外一个的时候 使得它的qvalue呢 实际上是 不同于对方 实际上加了这样一个regulation 我们测了一下我们的方法 在数据集上面 大概是100万个recommendation session 这个是显示了训练的收敛性 大概在20万轮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qvalue就稳定在一个层次上面 然后我们比较了一些传统的方法 包括矩阵分解的方法 包括factorization motion 包括gru这种rn的方法 然后呢 这个方法就是 我们去做了一个model的ablation 在这里我们去去掉 我们model当中的每一个模块 我们看了一下 它的performance 最终的这个结论 还是说我们model的full version 实际上是达到最好的 这种设计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topic 刚才我们只是简单的 去做了一些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尝试 那下一个topic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optimize long-term user engagement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把点击转化和GNV 看成是这种instant reward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去优化的是一些 delayed matrix 那delayed matrix包括浏览深度 包括逐流市场 包括用户的frequency of visit 那过去的方法通常是对于instant matrix的优化 那我们现在想利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来优化这种long-term的user engagement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设计一个reward function 那么这个reward function呢 让我们把这种long-term user engagement全部把它合到一起 我们把用户他没有点击的商品 我们也给他一个reward 因为只要用户没有离开我们的服务 他就是stick with our service 他还会往下拉 他还会停留在我们服务上面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奖励 而不是简简单的负反馈 然后就是他的回归的时间 那么回归的时间就是说用户走了 那么下次再来的时候中间间隔的时候 间隔的时间是多少 那在这里我们希望他的中间间隔时间越短越好 那在这里对于instant matrix 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把点击的数目 看成是我们的一个reward 那在这里我们有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有三个reward 我们简单的把它做一个weighted combine 一个linearweighted 一个weighted average ok 在这里呢 我们当我们因为我们考虑的因素非常的复杂 包括我们考虑了他的回归时长是多少 他的在我们的APP上逐流时长是多少 他的有没有skip或者是click 那在这里我们的输入信号相应的 也会是非常复杂的输入信号 但在这里输入信号包括逐流时长 包括我们的feedback feedback就包括点击包括skip 包括下单 还有我们的item的id 首先我们是要在这里是要把那个在这里做了一个projection 最下面就是把item的imbedding跟feedback的imbedding做了一个融合 融合之后呢我们会把developetime 把它看得到一起 废得到一个rn当中 这个rn呢实际上是最底层的这个rn 最底层的这个rn我们使用了timestm 因为我们也要model两次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 在这里最底层的这个rn是take了所有的raw behavior 我们把所有的raw behavior一股脑子全部都丢到这个最底层的rn当中 但是这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的scape click和order 他们的数据是非常非常的imbalanced的 大概是100比1的这种可能性 那在这里我们就把这种第一层rn的输出把它再分开 把每一个种类的行为再把它合到一起 就是把我们会把这个scape的行为放到一起 我们把click的行为再放到一起 把order的行为再放到一起 那同时我们会产生一个click的imbedding 包括产生一个scape的imbedding和产生一个order的imbedding 再加上我们原始的用户的imbedding和我们的 原始的这个最底层的raw rn的imbedding 开放到一起产生了我们的state的imbedding 那state的imbedding之后呢 我们会跟上两轮mlp 然后会预测我们的qvalue 在这里我们使用qlearning的时候 这个上面这个公式就是我们qlearning 当我们使用qlearning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强化学习领域 他们我们叫deadly triad 就是死亡三角 就是说当我们使用这三种东西放到一起的时候 function approximation boostripping和off policy的时候 它大概率是不收敛的 那大家不要看这个绿线 大家如果看这个蓝线和看这个红线 就是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去训练的时候 它一开始是 它的这个横轴是training epoch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它都是好的 但是后面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差 因为它已经发散了 那在这里我们要解决这个方案呢 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会这里会build的一个simulator 会build的一个我们会 在这里我们会重用刚才的这个state action embedding的方法 然后在这我们会去预测用户的行为 那首先我们要预测用户会不会执行某种行为 然后第二个就是执行某种行为它的注流时长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预测 执行完这种行为之后用户会不会离开我们的服务 如果不离开的话 如果离开的话 那么它的下一次来访的时间是多少 我们会把用户我们需要的用户的行为 都在这个模型里边去做prediction 那我们就打破了刚才的那个 那个deadly tried的一个条件 就是off policy的条件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simulator 去产生我们当前的policy 需要的那些feedback 那这个算法就是 这个也比较streetforward的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拿到log的data 我们会sample一些log的data 然后同时呢我们会跟这个我们的IS network 我们叫simulation network去做交互 收集一些data 然后呢我们再去训练我们的Q network 那同时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log的data 再去训练我们的S network 然后交互进行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使用这种方法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绿线 这个绿线的话就比较稳定的 能够收敛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那我们比较一些state of the art的方法 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 那在这里其实最后一个小点 就是说在这里其实我们并没有去假设 我们的多样性 但实际上推荐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在这里我们的方法是直接优化 它的long term user engagement 我们并没有进行多样性进行限制 多样性通常是用entropy来表示 就是说我们显示的商品的 它的entropy 它的信息商越高 我们的多样性越好 当我们发现 我们直接去优化这种浏览深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多样性实际上是被自动地学出来了 如果使用entropy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这里有一个假设 就是说我觉得它多样性应该是entropy的 它的entropy越高 我们的多样性越好 我们的用户体验越好 那实际上当我们直接去优化 用户的这种浏览深度 或者是long term user engagement的时候 在这里多样性就会被直接显示出来 这个紫色的点就是我们的方法 所predict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横轴都是diversity 就是我们的多样性 然后动轴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就是cumulative clicks 第二个就是浏览深度 第三个就是它的回访时长 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这个特别是浏览深度 这个紫色的这个点 实际上都集中在这个图的右上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优化浏览深度的同时 diversity也能够被自动地学出来 但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对diversity的形式 进行任何的限制 或者任何的假设 以上就是我的talk 谢谢大家